多少钱 三万四 今年过年 请你家 为啥呀 一年攒三万四吧 对于一个小职员来讲不少了 对呀 可是对于一个总经理来讲 太少了 我们俩不就是小职员吗 我跟我爸说了 我现在是总经理 长得还没 那刚得去你家了 为啥 我跟我爸说我当董事长了 张小飞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在我们村 那是出了名的 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我是我爸 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到现在 村头还挂着我跟县长握手的照片呢 在我爸心里呀 我当董事长那都屈才 行吧行吧 那咱们这样 还要老办法 你说去我家 我说去你家 然后咱们就在这儿过年 行 给你爸打电话 好 喂 爸 我挺好的 你干嘛呢 在家门口去哪儿啊 在我家 在我家门口 啥 好 我给你开门啊 爸 怎么办 你爸来干啥呀 我哪知道啊 赶快收拾收拾 走走走 哎呀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 过年好啊 哎呀 哎呀 哎三姑 三姑 快点啊三姑 来了 大家过年好 快点啊三姑 叫别上 叫什么三姑 再把我给叫老了 你看 别看她 岁数小 但是在我们村 倍儿最大 你知道吗 而且还伶雅历齿的 行了别拍马屁了 啊 闺女当个董事长不挺好吗 你非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 董事长 你信呐 啊 三年了 往家寄了两千块钱 哪家董事长穷成这样啊 这里有诈 肯定有诈 我就说你女儿 也不是当董事长的料啊 谁说的 我姑娘 那是全村出了名的 鸡窝里飞出来的金凤火 啊 从小的时候 她在手势里长大的 现在村头还挂了 她跟县长合影的照片呢 在你心里啊 她当个董事长都缺财 你才挺熟啊你 你说六十多回了 哎呀 今天不叫你来 就让她说实话吗 咋让她说实话呀 你看啊 第一 咱们突然造访 她肯定没有准备 进门咱们先找破绽 大家来找茬 对 第二 咱求她办事 什么事难 什么事不好办 就找她办什么事 你看 就以你的条件 根本办不到的事 找她办 就往夸张了说呗 对 哎呦 我这嘴能往夸张了说吗 你这嘴不能往夸张了说吗 走你 哎 我啥时候问呢 你只要一听我说 她三奶呀 你说呢 你就问 好 好嘞 没问题 来了 来了 爸 你怎么来了 想你呗 这么长时间不见 你看你胖的 都没个人样了 爸 你说你来了 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为啥要告诉你 你都董事长了 告诉你 你不得派个司机接我去啊 大姑娘呢 让人放个假 是 来来 太为 给你带点酒 谢谢爸 你说你来看我还给我带东西 没事 来介绍一下 哎 你不认识了吗 这位是 你三奶 二爷家亲戚 你忘了 那年你八岁 我一岁 你抱着我 我还在你怀里尿一泡呢 尿完你可高兴了 是吗 哎呀 三奶 我记事晚 快进来坐吧 快进来坐吧 我去给你们洗点水果 洗水果啊 那我也去 洗什么水果呢 找破绽呢 找啥破绽 说房子 肥啊 你说你哈 这么大的董事长 房子住得这么小 啊 这个 这个 你想低调点 你好能找着破绽 你怎么给圆回来了呢 不能圆吗 圆什么圆 三奶 啊 是这么回事 你别看我这屋 小 但是我们这儿的市中心 哦 那刚才我们俩怎么在河北下的车呀 所以为啥呢 这个地方啊 原来是市中心 后来市中心迁走了 我没跟着迁 哈哈哈哈 有喝着 来来来 吃水果 吃水果 哎呀 来吧 三奶啊 还有酸奶啊 那给我拿几个 哦 好嘞好嘞 等着啊 哎呀 它三奶啊 这水果啊 你说呢 好吃 你说呢 你吃一个 你说呢 吃不吃啊 你说呢 哎呀 啊 三奶有困难 三奶 有啥事 你说 有啥事 来这 想问你 三奶有困难啊 啊 什么困难呢 啊 三奶今年18了 高中刚毕业 想考个大学 还差点分 你看你大董事长 人脉广 帮三奶找找关系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让我夸张 三奶啊 啊 你今年18啊 啊 不像是吧 就这形象 说18谁信呢 打死我都不信 像16 哈哈哈哈 三奶啊 那你考多少分啊 260 太少了 没算英语跟数学 算上呢 270 有点偏科 啊 那个 没事 什么清华北大什么的 我